百事不明问谷歌 甚是不明石头说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天天说事 我是石头医生 天天说事 说到做到 投尸万事 说到就到 今天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如何判定圣小秋原性的血尿 圣小秋原性血尿 是一种全程无痛性血尿 尿三杯试验显示 三段尿中的红细胞数 基本上一样 另外再教大家三招 来判定圣小秋原性血尿 第一招 就是要看血尿当中 红细胞的变形率 圣小秋原性血尿的 红细胞变形率 一般大于60%以上 第二招就是要看 血尿当中红细胞变形的形状 圣小秋原性的血尿 红细胞变形形状 一般大于三种以上 常见的形状有 面包圈状 滑环状 脊状 压包状等形状 第三招就是要看 血尿当中 脊状红细胞或压包状红细胞 占变形红细胞的比例 圣小秋原性血尿当中的 压包状红细胞 或者是脊状红细胞 占变形红细胞的比例 一般都在5%以上 凡是符合以上三条的血尿 99%可以断定是 圣小秋原性的血尿 好了 关于如何判定 圣小秋原性血尿的话题 就说这么多了 说胜不是胜 健康才是胜 天天说胜天天见 期待您继续关注 天天说胜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